速限90公里的雪山隧道 车辆来来往往 一旁的绿色号制提醒驾驶 保持车距可是有原因 在雪岁南下26.7公里处的这个地方 如果你没有跟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车距 在50公尺以上 就会被上头这个白色装置拍下来取缔开阀 白色装置叫做雪岁自动科技执法系统 可以取缔包括车辆超速 变换车道 没保持安全车距 和时速60公里以下的慢速车 别觉得没什么 一罚起来可让你吓一跳 看看国道警的监测 光在2月份 机器感应每天有4000到26000件 未保持安全车距 比例高达所有进出车辆 近40%到60% 超过一半的车都违规 而且未来还不止装一只 以雷达最终车辆违规 预计在南北车道各家装8只 总共16只 一旦上路罚贷数量将以倍数成长 说倍数还是客气 因为年底上路后不是只罚一次 而是可以连续开罚 一次3000元 如果一趟台北宜兰 不小心很有可能被连续开罚16次 罚单金额将高达48000元 另外以一天2万件违规来算 16只3000元 等于一天就可以帮国库赚了将近10亿元 根本搅不起很大的负担 小市民来讲会觉得负担很重 而且如果说他是每天必须上学税的人的话 那对他来讲会觉得开车的压力很大 不过如果真的这样取缔恐怕国道警会被骂到臭头 因此目前倾向假日不取缔 但周阶取缔也是很吓人 该如何取舍还要讨论 不过听到这个数字提醒您 以后看到这个保持车距的牌子 别不再当一回事 中文新闻刘哲军黄春景在宜兰报道